工程人员搭乘高空作业车将横跨街道的废弃缆线一刀剪下 天空瞬间变得清爽起来 台北市道馆中心104年7月成立后 以15米街道为基准分阶段逐步清整 6年来共清除了40万公尺的废弃缆线 相当于787座101大楼的长度成效相当卓越 我们天空缆线执行的过程当中除了15米以上之外 苏米以下也要做处理 所以我们有把所有的台北市所有的道路 节目加起来 苏米以下的大概是能够达到是两万三千多件 那么这个目前也出入路线都会执行 以清整为原则 当然能够下地是尽量下地 那目前的进度大概是已经达到了42%左右 那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希望这是 苏米以上的第二阶段跟苏米以下的这个部分 都能够在110年就是明年底 节目法要把100%的做一个执行完毕 除了清整废弃缆线推动缆线地下化 到管中心也将架空缆线入法 设置台北市市区道路架空缆线设置管理办法 预计110年7月1号起实施 如果说你这个天空缆线基本上如果说今天 是在我们的共同管道或是我们的弱电管路的地方的话 你要下地要赶快下地 如果说没办法的话 你才能够这个把它架空起来 那个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个登录 就如同我们在管理地下的那些管线一样 我们天空上面缆线我们一样作为管理 这个案子是从110年7月1号开始去落实执行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未来的台北市的天空 尽量以不要有缆线为原则 但是如果说存在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管理 不管是架空缆线或地下管线 都在道管中心的统筹管理下 与管线单位共同努力 朝着让台北市容更美丽 生活更完善的目标前进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好